第三頂夏寮國修好門口原本有設置一個新台地 但因為TEMP照顧來臨的事物越來越久 因此副主社區就要自夏寮國中的學生 將社區附近新台地來臨的五、三、一 提到夏寮國修進行學有工作 合放你要下去啊 小朋友做回一種頭剛捏到的魚 放在新台地裡面 這就是第三頂副主社區理事長 為了要讓有夏寮國修的新台地 傳來夏寮國中的學生進行新台交友 也讓這個水豬有一個新的生命 夏寮國修這邊他們本來就有一個生態魚池 我們希望把高體旁比跟石褲 還有喬文小巴這一類的 現在很少見的魚類 能夠在我們的生態魚池裡面全部呼籲出來 現在的校長很希望說能夠再重新呼籲 所以我們就從我們的魚池裡面 我們的生態室裡面把它抓一些過來 放在學校裡面 讓學校也能夠共同來做這個富裕的工作 就要建行學友的工作以外 副主社區理事長 還有向夏寮國修進行這幾種魚池的地線 讓小朋友夏寮國本上學不到的地線 也加親他們的英雄 就是我覺得理事長很認真 就是很認真地在富裕這種台灣的寶魚 和飯跟牛十雞是互利共生 所以我覺得牠很特別 魚 然後牠需要互利共生 會有不一樣的東西需要幫助牠一起成長 真的是四老國小是我的母校 那看到這個應該是 這應該中了十幾年了 然後感覺很懷念那時候國小的時光 很希望 因為是牛屎祭 因為身體是七彩的 然後在這邊可以讓牠五顏六色 下到國修本地就是一個 新台豬丸很豐富的學校 吃到這個機會 不能讓學生進到實際大主任 也讓牠了解愛好環境的重要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社寮國中 還有我們富州社區發展協會 特別來到學校來 放養我們本土種的台灣食父 我們也希望說未來富州社區 或者是我們學校也能跟社區 結合跟國中結合一起來發展 我們學校的生態教育 讓我們的孩子受惠更多 隨著環境在轉變 早期大家可以看到的心目 現在是愈來愈做 所以豬油的工作均是重要 富州社區理事長會繼續提供豬油的關聯 讓更多人當作來頂首台灣的地球種 記得請問我們差不多 我們看待的 訂閱一下 就記得我們更多為了